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考点 本量力分析基本模型的相关假设 那么我们说上谈了有四个假设 我们先看第一个相关范围假设 这个相关范围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前面谈到成本心态分析 我们说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然后呢变动成本是单位的变动成本不变 但是呢这个呢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定的期间 特定的业务量范围的 因为你超过这个业务量范围或超过这个期间 它有可能就会变 是吧所以我们都指的是什么呢 是在一定的这个期间一定的业务量 这个范围下 那我们这个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是吧所以这是这个所谓相关范围假设 然后第二个就是线性 那么线性的话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成本是可以用这个直线方程来给它描绘出来 是吧包括你像我们前面讲的混合成本分解 我们也是分解为就是按照成本直线方程Y等于A加B乘X 也就是我混合成本最终是分解为固定和变动两块 而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也就是按照如果按照直线方程来说 我的固定成本就是那个直线方程的结局A 而单位变动成本呢就是我们那个写率B 是不是就是上去固定成本不变 单位变动成本和业务量是成正比例变动关系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收入 那么收入呢我们也是讲它是线性关系 就是收入是等于单价乘以销量 然后也是说在相关范围内 我们这个单价不变 当然这个相关范围也是特定的业务量 特定的期间 就是你像我们经常考试 包括我们让你做这个比如说这个敏感分析 它假设单价要变会怎么样 它并不是说它就是一定不变 我们只是在特定的相关范围内 然后呢就是如果变了以后也是新的收入 也是单价乘以销量形成的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线性 就是成本可以用Y等于A加B乘X 这个线性模型来反映 我们的收入可以用单价乘以销量这样来反映 第三个产销平衡 就是我们为了避免这个期出期末存活的这种影响 实际上我们就假设产量等于销量 就是假设产销是平衡的 第四个品种结构不变 这个主要是针对多品种的本量力分析 因为企业一般来说是生产多种品种的产品 那么每一种产品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各不相同 另外它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谓 就是销售量的计量单位是吧 可能也不同 有的是按键有的按台 有的按那个比如说按的这个就是 比如说墩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们存在多种产品的时候啊 那我们呃在考虑它的这个本量力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个假设 假设它的总的收入 就各个产品的总收入 占你的所有产品总收入的比重不变 是吧 这个所谓品种结构就是销售收入的比重不变 啊 那么这些假设其实最基本就是我们的相关范围假设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相关范围内 在特定业务量 特定的这个期间内啊 我们的呃固定成本总共不变 代表成本不变 是吧 然后我们呃销售的品种结构不变 而且产销平衡 是吧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的这块考虑个多选题 他就问你以下有关他的这个基本模型的假设的说法中 正确有 A呢说企业的总成本 按其信贷可以近视的描述为线性模型 那这个是不是对的呀 是吧 因为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 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直线方程Y等于A加B乘X来描述它 对吧 然后再看B 他说本量力分析的量指的是销售量 并且假设产销平衡 这是我们本量力分析的假设 假设产销平衡 对吧 那我们的量实际上指的是销量 所以你看我们后面要讲 我们的销售收入是单价乘以销量 减去呢 它的这个变动成本 我们是用单费用成本乘以销量 所以我们通常本量力分析的量 指的是销量 而且假设产销平衡 不考虑这个就是存货的影响 C呢说在多品种生产销售的企业中 各个产品的收获在总收获的占比不变 那这也是对的 第一呢说区分一项成本是变动成本 还是固定成本 需要限定在一定的相关范围内 这是我们谈的相关范围假设 所以ABCD都是正确的选项 那现在我们接着看第四个考点 就是本量力分析的基本模型 对于本量力分析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研究成本 业务量利润 那我们 首先本量力分析的这个利润啊 我们实际上指的是 就是稀碎前利润 是吧 其实我们书上 在这块本量力分析的时候 谈到利润是稀碎前利润 如果用我们代码写 就是EBIT 对吧 那这个稀碎前利润 它等于什么呢 那么我们说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对不对 就是利润就是用我们的收入 减去成本费用 但是我们把成本费为两块了 一块是变动 一块是固定 所以呢 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然后再减去固定的成本 那我们现在来看啊 收入呢 我们是等于单价乘以销量 所以我用P 乘上销量Q 这是我的收入 变动成本呢 因为我们是假设在相关份内 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所以总的变动成本总和就是V 乘上Q 然后固定成本呢 我们就用英文代表这么F Fix the cost F表示固定成本总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本量力分析的最基本的公式 就特别简单 就是利润等于收入减变动成本减固定成本 而且呢 我们比如说对于单一产品来说 那我们的利润 因为Q可以提出来 就是P-V乘Q-F 就是我的利润 这是我们谈的 本量力最基本的损益模型 那么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就是非常好把握 是吧 就是收入减变动成本 减固定成本 是吧 所以我们就用代码来记啊 我们用P表示单价 用Q表示销量 用V呢 因为Variable是可变的嘛 用V表示单一产品成本 F表示固定成本总和 所以这个公式就是 P-V乘Q-F 就是我们的利润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利润呢 实际上 就是很好理解 但这个公式很有用 我们利润是受四个因素 P-V Q-F 四个因素影响 那如果这个公式 再加上利润 总共是五个因素 这五个因素啊 其实任意给我四个 我都可以求出第五个 就不一定让你求利润 我也可以给你利润 比如我们将来后面要讲 保利分析 就是我们有一个 要实现的目标的这个利润 利润给了 然后问一下 你为了实现利润 你的这个销量该怎么变 或者问你成本该怎么控制 或者价格应该怎么变 像这种就是 就是本量力 基本模型的应用 以至四个要素 可以求第五个 是吧 所以这个公式 虽然很简单 但是很有用 另外我们要注意呢 在本量力分析法里面 我们这个算的是利润啊 所以这个成本是广义的 既包括负现成本 也包含非负现成本 你像我们在前面讲这个现金流 在算营业现金毛流量的时候啊 我们就特别强调是什么呢 是收入只是减去负现成本 然后减所得税 是吧 或者说你用的是税后经营利润的时候 还要把那个扣的那个折扣贪 要给我加回来 但是呢 我们要现在就是要算利润 我们算的不是流量 那么利润的话呢 就是不仅要扣除负现成本费用 还要扣除那非负现的折扣贪消 另外呢既要扣除制造成本 也要扣除期间费用 对吧 你像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让你求税税前利润 变动成本法下税税前利润 其实求的是利润嘛 所以你要减去所有的这个成本费用 包括期间费用也要扣除的 现在我们来看书上这个例子六到四啊 他说的企业啊 每月的固定成本是一千啊 也就是我这个固定成本总额 我们用代码F来表示 他只生产一种产品 单价呢 P是十元 单不用成本V六元 然后我们计划消费的数量 Q是五百 问问你预期利润 当然是不是太简单了 就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公式 是吧 我们的预期的利润 我们本量力分析之外 只要不特都只是税税前利润的 那就是P减V乘Q 然后再减S 对不对 就是用我们的单价10 减去单不用成本六 乘上一个销量五百件 然后减去固定成本一千 对吧 或者就是收入减变动成本减固定成本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利润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本量力分析的边际贡献方程 我们刚才讲是最基本的损益方程 就是收入减去成本费用 然后只不过把成本分成两块 变动和固定 所以我们给出了公式 就是P乘Q减V乘Q减固定成本 对吧 那么边际贡献方程式呢 实际上我们是要 首先要注意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边际贡献 其实啊边际贡献也是利润 只不过呢 我们在算利润的时候呢 我收入减成本的时候 我不减固定的 也就是我们特别是在短期精英决策的时候 因为我们认为 在特定期间内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那既然固定成本总额不变呢 它经常就是 可能跟我这个短期节测没关了 那要是没有关系的话 那我的相关的这个成本呢 主要就是和我的这个销量变化 有关的一个变动成本了 所以我们把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给它起个名称 叫做边际贡献 另外呢 如果要你考虑一件产品的边际贡献 就是单位边际贡献呢 那就是P减V 所以其实在这块对于边际贡献方程呢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你注意 两个概念 还有两个率 我们先看这两个概念 就是编辑贡献这个概念 就是收入减变动成本 是吧 就是等于说 我们把这个利润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编辑贡献 是吧 所以这个名字要知道 另外呢 针对单一产品来说 单位的编辑贡献 那就是单价减单位的成本 此外呢 在客观题还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编辑贡献啊 可以分为制造编辑贡献 和产品编辑贡献 这个所谓制造编辑贡献 就是收入减去变动的生产成本 就好比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的 变动成本法 它在计算这个销售利润的时候 它是消耗收入减去 但是变动成本法的销售成本 只包含变动的生产成本 所以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变动成本法下的 所谓的毛利润 是吧 你看我们在 在会计上一般说毛利润 毛利润是收入减去 就是销售收入减去销售成本 但是因为变动成本法呢 它的销售成本只包含 变动的销售成本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 就是销售收入只是减去变动生产成本 这个给它起个名字 叫制造编辑贡献 但是其实我们在 财务管理里面 如果不特指 让你求编辑贡献呢 我们实际上让你求的是 就是可以说是总的编辑贡献 是吧 它是用收入啊 减去所有的变动成本费用 不仅要减去变动制造成本 还要减去变动销售管理费用 然后我们把这个编辑贡献 起的名字叫产品编辑贡献 然后这块就特别容易出错啊 因为我们经常就会觉得 产品编辑贡献 是不是就是产品的销售收入 减去产品的变动成本呢 那我们说不是的 因为我们还要减去 变动的销售管理费用 是吧 所以这个客观题 注意一下 称谓产品编辑贡献 我们指的是收入减去 所有的变动成本费用 相当于是要把制造编辑贡献 进一步扣除变动的销售管理费 是吧 我们可以看很久以前 就曾经考过这样题 他就问你产品编辑贡献是指什么 那我们强调产品编辑贡献 反而是广义的 指的是收入减去 所有的变动成本 既包括我们的变动的 产品的生产成本 也包括变动的销售管理费用 是吧 所以这个只有D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再注意两个率 一个是编辑贡献率 还有一个是变动成本率 其实这个我们以前在第二章 给大家讲财务比率的时候 我曾经谈到过一个规律 你看谈到利润 那是收入减去各种成本费用 就是我们的利润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特点 就是把有关的这些成本费用 或者利润去和收入比的时候 我们就给它称为是什么什么率 就不再说收入这俩这了 就是简称了 比如说我们让你求毛利率 就指的是毛利润除以销售收入 像我们以前让你求 税后经营净利率 它指的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去除以一个这个销售收入 对吧 那我们这块呢 编辑贡献率呢 就是编辑贡献除以销售收入 那变动成本率呢 是变动成本除以销售收入 对吧 所以理解了以后 记这个公式就好记了 那现在大家在想 因为我们谈到什么叫编辑贡献啊 编辑贡献呢 是用销售收入 比如说用代码 P乘以Q是我的收入 对不对 减去变动成本 VA乘以Q 这是编辑贡献 那如果让你求编辑贡献率呢 那就是编辑贡献 占我们销售收入的比重 如果对于单一产品来说 那相当于就是 我们用单位编辑贡献 除以单价了 因为Q可以约掉 是不是 那我们再来看变动成本率啊 就用我们的变动成本总额吧 就V乘以Q 除以一个P乘以Q 所以这样一来 你很显然 你把它两个加起来 是不是就正好等于1啊 对吧 因为收入减变动成本 是编辑贡献了 所以编辑贡献率 加上变动成本率 二者之合 一定是唯一的 那我刚才讲说是单一产品 我用这个代码 那如果它考试的时候 告诉你说我们是多种产品 比如说我既生产 A产品 也生产B产品 也生产C产品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你算它的 就是加权平均编辑贡献率呢 其实又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就是用它的总编辑贡献 除以总收入就完了 就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遇到各种产品 是吧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什么呢 那就相当于我们第一种产品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 相当于我的P1 减去V1 乘以Q1 这不就是我的编辑贡献吧 因为P减V乘Q 对吧 或者说P乘Q减V乘Q 一样的道理 然后我把Q提出来 这是第一种产品的 然后你再给我加第二种产品的 P2减V2 乘以QR 对吧 一次力推 有三个产品都再加上一个 我们现在就以两种产品为例 那我们分母呢 就是除以总收入呗 就是P1乘Q1 再加上P2乘Q2 就假设我们就简单一点 以两个产品为例 如果是三个产品呢 那你再加上第三个产品呢 P3减V3乘以Q Q3 然后我的分母再加个P3乘Q3 所以实际上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总编辑贡献除以总收入 这是最简单的 那只要我们说上一堂 也可以用什么呢 就是顾名思义嘛 加全平均的编辑贡献率 就是每一个产品的编辑贡献率 就乘上一个呢 我们这个该产品的这个销售 占你总的销售收入的比重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谈到这个编辑贡献率是什么 编辑贡献率 其实它指的就是什么呀 就每一个产品的编辑贡献率 就是用它各自的编辑贡献 去除以一个我们相应的这个销售收入嘛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方法 结果一定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理解一下 你看我们说总编辑贡献除以总收入 这个没问题对吧 你看我就假设以两种产品为例 就是第一种产品加第二个 除以它们总的收入 那如果我们想让你求 加全平均的编辑贡献率呢 每一个产品的编辑贡献率 第一个P1-V1除以P1 这是第一个产品的编辑贡献率 对不对 我再乘以它的销售收入比重 然后第二个产品也是这样 那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P可以约掉的 对不对 这个P可以约掉的 加起来两个结果 是不是一定是一样的呀 对吧 所以实际上考试的时候 让你求这个加全平均编辑贡献率 我们就哪个简单用哪个 是吧 那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喜欢用总编辑贡献除以总收入 当然它有的时候考试 它只是给了你各个产品的编辑贡献率 那你就把编辑贡献率 按照销后收入比重 去加全平均就可以了 那现在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我们说既然 我们这个多种产品的这个编辑贡献率 它实际上除了受它各自的编辑贡献率 影响还要受到消耗收入比重的影响 所以其实也就给我们一个提示 如果是单一产品 因为对于单一产品 它的这个编辑贡献率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公式 因为Q可以约掉嘛 上次就是P减V除以P 就只受单价和 所以编辑贡献方程是都不用专门背 就把握我们讲的本量力 这个公式的这个最一般的这个模式 是吧 那你看我们本量力分析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的利润等于什么呀 等于消耗收入 P乘以Q 减去变动成本V乘以Q 再减去固定成本F 对吧 然后我们说呢 也可以把Q提出来 就是P减V乘Q 减去F 这不就是我们本量力 最基本方程吗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 这两个相减 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编辑贡献啊 所以我说 利润等于编辑贡献 减去固定成本 大家看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再来看 P减V P减V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讲 单位编辑贡献 就一件产品的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用 单位编辑贡献 乘上一个销量减F 所以其实不用去记这个公式 只要我知道 什么叫编辑贡献 什么叫单位编辑贡献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遇到 多品种的产品 那么多品种的产品的话呢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刚才谈了 实际上你就是要把各种产品的 它的这个P乘Q给它累加起来 就是用总收入减去总编辑成本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 就是它的总编辑贡献 那么这个总编辑贡献也可以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 你把这个总编辑贡献除以总收入 就叫做编辑贡献率 所以其实我们在多品种产品的时候 我们比较喜欢先把那个 加权平均的编辑贡献率得到 那既然我们的编辑贡献率有了 编辑贡献率是编辑贡献占收入的比重 所以这个利润我给它写成 销售收入乘上一个编辑贡献率 因为编辑贡献率 不就是编辑贡献占收入的比重吗 这两个一乘不就是编辑贡献吗 然后减固定成本F 是不是没问题啊 所以其实编辑贡献方程式 我们不用单独背 你只要记住两个概念两个率 它有关计算利润的公式 那么根据编辑贡献来计算利润就很简单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书上给的这个编辑贡献方程式 就是我们的稀税前利润 是用编辑贡献减固定成本 或者是用收入乘以编辑贡献率 其实也就是编辑贡献减固定成本 所以这个公式啊 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记住两个概念两个率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量力啊 如果我们利用图形的方式去描绘它们的关系 就是本量力关系图这一块 有的时候客观体它会考你这个本量力图 它的一些特征 首先我们先来看基本的本量力图 所谓基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画头的时候啊 我的横轴呢是用这个销量 是吧我们用的是食物量单位 用的是这个销量 是食物量的这个销量 比如说我们就用那个代码Q表示 就是横轴是销量 然后我们的纵轴呢 就是你的收入啊成本利润是吧 那现在大家看我们如果想要你帮我画一下销售收入的线 那收入呢我们是用单价P乘上销量Q 这就是我的销售收入线对不对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营业收入了 那我们现在想要你画成本线 因为我们在财务管理里面 我们把成本最终是分解为固定变动两块 所以我的总成本 我们按照前面讲的那个假设 我们的线性模型假设 总成本是等于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 固定成本和业务量没有关系 在相关范围内你的业务量变化 但是我的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然后呢我们的总成本呢 是固定成本F再加上一个变动成本总额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总成本是等于什么呢 是F加上变动成本呢 我们是用V乘上Q对吧 这是我们的总成本的这个直线方程啊 我们用现在换一下代码 就不用A加B乘X 我们就用英文大号字母 F表示固定成本总额 V表示单变动成本 Q表示我们的这个业务量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形啊 什么叫利润 利润是收入减成本对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个这块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盈利对不对 因为我的收入超过了这个成本了 但你看这部分呢 是成本比收入多 所以这方面上就这个企业就亏损了 对吧 但你看我们俩有一个焦点 那这个焦点所对应的横轴的这点 就是我们谈的盈亏临界点 或者是保本点 是吧 就收入上其实同一个指标 就是不同称位 保本 是吧 就收入 把成本刚刚弥补了 对吧 就是不赢不亏 是吧 我们把称为是保本点 或者说盈亏 临界点 是吧 这两个称位 其实都是同一个指标 就是不同称位罢了 这是我们谈的基本的本量力图 那么基本本量力图 你就就是它的横轴 是食物量的这个销量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它如果跟你按照基本的本量力图 成本线的斜率是什么 那你就想一下 因为横轴是Q啊 那我们这个成本的这个Q的前面 不就是斜率吗 那不就是V 但没有成本V 是我们基本本量力图下 成本线的斜率 而收入线的斜率呢 因为Q的前面是P 所以P是它的斜率 对不对 因为按照数学上嘛 我们如果Q是你的横轴 那么Q的前面 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那个斜率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正方形本量力图 所谓正方形本量力图 它指的是横轴啊 是用金额表示的 相应是消购收入 横轴是用金额 它不是这个食物量 是用金额表示的消购收入 比如说我们使得也老写汉轴 我们用S表示收入吧 那么纵轴表示你的收入成本利润 那现在我想让你画收入线 你想收入线 就相当于我的这个 对你说Y和X的相等了呗 收入横轴是收入 我想纵轴也画 就是纵轴表示我也是我收入 那你的收入线是什么 那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横轴 所以它的收入线一定是45度的 这个对角线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入 它就等于什么呀 就等于横轴的S 对吧 所以S的前面是不是1 所以收入线的协力是1 然后我们看成本 那么成本呢 我们还是要考虑总成本 固定成本F再加上变动成本 那么 总成本 等于固定成本F再加上变动成本 那变动成本总额和收入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有一个指标叫变动成本率 就是变动成本占收入的比重 变动成本率 既然现在你的横轴是收入 我要想得到变动成本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变动成本率啊 把这个变动成本 率去乘上销售收入X 所以S的前面不就是斜率吗 所以方形本量力图成本线的斜率是变动成本率 而不是我们前面 因为前面是V乘Q Q的前面这个V什么的习率 然后一样道理啊 就是他们俩的这个焦点 就是盈亏临界点 只不过我们横轴是收入嘛 盈亏点收入了 然后 就是我们对于总成本呢 是固定成本F加上变动成本V乘以X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本量力图 其实大家理解了以后 对吧 你就知道一个横轴是销量Q 那你既然横轴是Q 收入不就是P乘Q吗 变动成本不就是V乘Q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对于基本的本量力图 它的收入线的斜率就是P 变动成本线就是单动成本V 而正方形的本量力图 因为我的横轴是销量收入是金额 所以它的斜率 收入线的斜率就是1了 而这个变动成本线的斜率呢 是变动成本率 所以这个结论 其实你只要知道这个图怎么化 结论自然就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本量力图 就是边际贡献是本量力图 这边际贡献是本量力图呢 你可以画基本的 也可以画方形的 我们就以基本的为例 按照基本的本量力图 我的横轴是Q对吧 然后我们重轴是收入成本利润 收入不变还是P乘Q 但是成本在于什么 就是我们在画这个成本线的时候 我们说成本等于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 但是它画是先画变动成本 就是我们的变动成本是多少呢 我说是V乘Q对吧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叠加固定成本F 是吧 我们叠加一个固定成本F 所以你看总成本 总成本呢 它就是用 还是F加上V乘Q 但是画头的时候 先画变动成本再画固定成本 那这种画法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这个图能够看出来 边际贡献的大小 因为我们都知道 销售收入减变动成本 等于说这个三角形 这个大三角形 等于说我整体画的三角形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你的边际贡献 对不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什么情况下我才能有利润呢 只有边际贡献超过了固定成本F 就这一块 是不是我的固定成本F啊 而这一块是我们的边际贡献 所以边际贡献大于固定成本F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盈利 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个边际贡献式的本量力图的优点 在于它能够 看得出来我们这个边际贡献 对吧 这个边际贡献实际上是这一块 那当然我们这个部分呢 才是你的利润 对吧 这部分才是利润 只有收入超过了 这个固定成本 才会有利润 是吧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边际贡献式本量力图 你注意它的特点 就是它这个图都能够看到 边际贡献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结合一个以往的考题来看一个 看一个多显题 它告诉我们说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单价是20 不用不用代码写吧 P是20 单位币种成本V12 固定成本呢是2400F 然后满负荷的运转下正常销量 Q是400件 然后他就问你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有 他说在销售以金额表示 那大家看 说明横轴是什么呀 销售收入 对吧 金额嘛 就是收入 他问的是边际贡献式本量力图 无所谓的 就是你边际贡献式什么意思 先画我们的变动成本 再画固定成本 是吧 然后他问的是变动成本线的斜率 那你想 尤其横轴是收入 那你可以想想 我的变动成本和收入是什么关系 变动成本 既然你是收入 比如说用S表示 那我一定得乘个变动成本率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这个变动成本 现在斜率 不能是12 应该是12除以20 对吧 应该是变动成本率 因为我的单变动成本V除以P才对 所以这个A就错了 我们再来看B 托在销售以销后量表示的 大家看它是销后量 就是横轴就是Q了 就不是收入了 他说呢 这个变动成本现在斜率是啥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你横轴是Q 所以我的变动成本 是用V乘Q嘛 那Q的前面不就是V嘛 然后再看C 在销售以金额表示 边际贡献式本来说 企业的收入的现斜率是20 那这个不对 应该如果是你的这个横轴是金额 那我的写率应该是1才对 对吧 所以这个C不对了 然后D呢 如果销后是以销量表示的话 他写 这个应该就是我的这个单价 是吧 那这个应该是对的 所以这是我们本量力图 大家就是有的时候 客观题碰到 你能够理解 是吧 或者他如果假如我们考试的时候 问一下你是吧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A B 这个C D 然后我说A到B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表示的是我们的这个边际贡献 或者说我是C到D表示边际贡献 那你能够看这种图 因为他有时候考试会考你看图 对吧 所以应该说A B 这个线画的一个范围 是我们的什么呀 边际贡献了 是吧 就整个这个收入超过边际贡献 是边际贡献